陳偉扁 昨天啊 先硬後軟 先鋸後宮 那麼請求交保 他律師今天也提出來了 有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但是喔 他經常提 經常提 我就覺得 到最後會給他成功嗎 難道把他關到死嗎 不會啦 在羈押期間 我覺得如果到一審 把他判處重刑之後 他就很可能就出來 除非二審啦 認為他重罪有極其羈押的必要 但是大概到二審 不會做這樣子的研判 因為認為喔 讓他出來以後 還可以把他抓去關嘛 那這樣的話他幹嘛 為什麼要拖延審判呢 他趕快放出來不是很好嗎 但是他是現在 希望現在就能脫離啊 他才關 才關不到兩個月 就已經這樣子了 西裝發霉了 才關不到兩個月 如果再關兩年會怎樣 那他這個是 十年以上重罪 不受那個九個月的限制 對啊 可以繼續關 他如果如果 可以一直一直關 一直關 那一般人 求全會比較穩定 一般人喔 一般的殺人罪的 他就想 反正我被抓了 進去了 我雖然在審判中還沒有定驗 在看柔所 我反正我也出不來了 心裡比較穩定嘛 陳水平是每天都想出來 所以他每天在那邊焦慮嘛 所以他比較不好關 好吧 今天當然有一個消息 也是引人注目 就是陳澤南無罪 檢察官也放棄上訴 那為什麼通常這種事 不會放棄上訴 為什麼放棄上訴 我們看看熊劍怎麼說明 沒有證據 可以證明到說 他確實有向 這個勞委會來施壓 來開放這個外勞 那另外呢 他接受招待的這部分呢 也跟這個職務呢 這個對價關係呢 勾不上 那跟土地罪的構成要件 也不符合判決的時候呢 他必須是超越合理的懷疑 也就是說不能夠有一絲的懷疑 只要一絲懷疑 他們就會判決無罪 所以因此那門檻呢 判有罪的門檻呢 是比起訴的門檻是高 好 那麼團團的賭場 記不得這個相片 這個回憶 記不得這個相片 陳振南有沒有 記這個相片 好 那當時 哇 絕對好像檢察官起訴 也是這個風風火火 好像證據很確鑿 怎麼現在是證據不夠呢 當然證據不夠嘛 那時候因為輿論很多壓力 認為說 每天210年每天在門檻講 那時候有人敢不起訴陳振南嗎 其實你搜證要搜齊全啊 那 那 慘白講我都認為 根本不該起訴 那到二審已經一審的判無罪 二審的判無罪 不上訴我覺得是合理的 訴訟經濟嘛 明明知道這個上訴 你也輸掉你上訴什麼呢 那他們常常給他這樣幹啊 馬英九不是上訴嗎 曹信仁不是上訴嗎 從道他又不上訴呢 照道理來講是不可以這樣 那就這樣啊 那是不是因此合理呢 所以有些東西 一般對一般老百姓 也應該相同標準 既然判無罪 確實你起訴是很勉強的 檢方的起訴的標準 對於證據起訴的標準 跟院方法官判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 尤其你是經過兩個審都判無罪 然後你就可以看 我上訴也不會贏 就不要上訴 合理的 我想這個義紅是專家 但我們回想 怎麼發生整整的這個案子 是有一個禮拜天 禮拜一的早上大家打開聯合報 頭版說高雄的捷運的工人 泰國勞泰勞罷工 暴動 然後再去檢查發現 泰勞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然後再去檢查就開始有各種的爆料 剛才義紅講的 或什麼什麼 然後出現了一個叫做總統府府秘書長 不嫁出國到賭場 然後這個照片來的也很奇怪 到賭場之後做了些很奇怪的 而且還不只這一個 然後就跟吳淑貞拿了收口的禮卷一樣 竟然是沒有對應關係 竟然是沒有違背職務 竟然是不構成這個主觀 或者說是能夠不相對應的東西 我跟你講太好了 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全國人民 你太太都可以收錢 你都可以借事借端去跟人家要錢 你都可以把中華民國的財產 中華民國的權利出賣出去 你也可以去建共產黨 五千萬都可以幹 義紅也許你講的檢查官法官 真的是跟你講的一樣 是沒有辦法去辦 但我覺得我們的檢查官法官 恐怕要多下點功夫多努力 要不然我們的記憶 都存在一片的空白 就什麼事都可以幹 絕對都不違法 抱歉 從這個案子就可以證明一件事情了 其實當時特徵組在辦 陳水扁案件的時候 很多人都批評嘛 說你為什麼不趕快起訴 你為什麼不趕快羈押 你為什麼不趕快解案 那當時特徵組就有透過 管道對外做說明 很多案子就不是說 我們認為起訴了之後 就一定會被判刑的 或者我們認為他有罪 或者外界有很多合理的懷疑 覺得他有罪 這個人最後就一定會去坐牢的 如果你沒有經過一個完整的搜證 沒有把實際的證據握在手上 你馬上進入法院的 訴訟程序的時候 你還是打不贏了 不過再怎麼樣 所以輿論有壓力 當然輿論一定會有壓力了 但你那個檢查官搜證 還是要齊全 哪有這搞了半天 折騰半天 會不會陳正蘭 因為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陳正蘭的無助 會不會讓陳水扁燃起一次 在特徵組起訴那天我就講 這是耍滑頭 一塌糊塗嘛 今天陳正蘭這個判無罪 這部分來講 就大家把整個就是說 這案情再稍微理解一下 是針對太勞的這個案子 但是這跟整個的高捷的案子 當中的招標過程當中的弊端 以及葉菊蘭在代理市長期期間 所調查那份調查報告裡面 提到甚至於50億的政治獻金 等等等 這些事都沒有直接關聯的 就今天 今天所謂判無罪 金子瑜就是太勞的 太勞引進的這部分 太勞引進這部分來講 坦白說 就是當那個案子爆發了之後 整個的故事 到這張照片的曝光 陳敏賢等等 這些角色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故事 聽起來的時候都很邏輯 認為裡面一定有人魔不髒 但是在法律上面來來講 一個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如何拉到跟太勞這個案子 之間有關 他是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 我覺得法律上的成立上面來講 確實有他兩難地方 不過這個案子 今天我認為有很大的價值 就是因為這個太勞的暴動 之後才一連串的 綠營的所有的弊案 一個接著一個 一個不算